大家如果有留意我的頻道 都見過我之前有一隻白面的Polo S 今天就拿到一隻藍面給大家欣賞一下 我之前都說過 藍面無論是美觀的程度 或者它的價值 在市面上都認為是高一點的 因此無論是標迷 或者賣標的人都會比較喜歡入手藍面 無論是AP的World Oak PP的Lottolus 都是藍面 價值高一點 就算大家細心留意努力時 它的潛水錶都是金鋼或鋼才有藍面 鋼只有黑面 這個藍面的確真的蠻硬的 一貫白雀的造工 我上次也有提及過 如果大家想聽它的功能方面 可以看回我之前白面的影片 這次純粹給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藍面在陽光底下的厲害之處 有它的一定的美感 因此這麼多人喜歡藍面都合理 多謝各位